清潔队员亲近家园 非常的辛苦全年无休 在中秋节家家户户在团圆烤肉的时候 他们还是必须要亲运乐色 因此吉安湘公所今年特别 慰劳清潔队员加发了3000块钱的秋节奖金 希望让队员们可以有更多的能量 来继续为民众服务 中秋佳节不少民众在放假烤肉的同时 清潔队仍然不打烊 默默的守护着香农邻里的清津与整洁 吉安湘公所为了慰绕队员们的辛劳 除了颁证3000元奖金 还有南华湘民李嘉倩 特别加码队员每人600元的加菜金 来表达满满的祝福与感谢 献香协力共同开启 感谢基层清洁队员的一份中秋佳节的祝福 谢谢许县长带来农民最优质的文旦 以及善心手作的饼干 还有我们吉安湘暖暖的祝贺助理金 来感谢最辛苦的基层清洁队工作人员 从定点定时热色的一个家饵 以及收受热色 我们都善尽到位服务到位 感谢所有的乡亲给予我们基层清洁队员的关怀 以及鼓励 当然也在中秋佳节的前夕希望带来为我们基层辛苦的工作人员最多的感谢 也希望我们乡亲们共同来做好环境维护垃圾分类 来实际用行动力慰绕清洁队员的辛劳 吉安湘地广人仇 但清洁队员人数却是非常不足 碍于编制与经费筹畜有限 吉安湘透过资源回收变卖金 寄注在奖励能量 并呼吁乡亲在快乐过节的同时 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大家共同携手爱地球互环境 用具体行动慰绕清洁队 这群辛苦的幕后英雄 记者许立琴吉安湘报导